再来我们来进入到固定工位 固定工位一样有四个星座 这四个星座就是金牛座 狮子座 天蝎座 还有水瓶座 我们来看一下在固定工位 他们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上面有哪些特质 如果你要跟这样的一个主管或同事交朋友 你又要跟他保持怎么样很好的互动 首先我们来看固定工位 它是一个乐被夸赞的爱性鬼 所以它性格里面有喜欢表现的一面 但是表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来更细微的去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金牛座 它是一个爱表现 但是又是很隐性 是完全的闷烧型的 其实金牛座它有一个爱表现的特质 但是这个爱表现它并不会像敲锣打鼓一样 把自己做了哪些好事 成就了哪些好的一些成绩 或过去有哪些好的一个受表扬的事情 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它就全部讲出来 它不会的 金牛座在人际关系里面 很多人为了说它可能很低调 但基本上它性格里面 其实还是有爱性的部分 但是爱性的部分却是很隐性的 它是属于完全的闷烧型的 就是说这个金牛座它不会自己去主动去夸赞自己过去的一些丰功伟业 它会有一些这种自我优越感 它会在别人去讨论它过去的一些丰功伟业的时候才把自己的一些好的一些表现 或自己过去一些成就在顺应别人的话来表现出来 它比较不会是主动的去说明这个部分 所以你在跟金牛座的这个相处的部分 如果说你的长官是金牛座 或说你的同事是金牛座 基本上你要讨好他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多去赞美他 或去形容他这种好的表现 比如说他可能过去提了一个案子 非常成功 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甚至大卖 你可能三不五十就是说出他的这个 过去的一些这种创意的点子也好 或是成功的例子也好 他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他也会很乐于去分享你 他自己过去的一些这种成功的一些经验 那么呢 就是很容易跟他打交道 在金牛座来讲 他其实在穿着上面 他其实不太会用很多鲜艳的颜色 他反而会穿着稍微比较低调 比较隐性一点 但他用的一些这个服装啊 或者是材质却很有质感啊 他从来不太会买这种地摊货 所以如果说你要讨好一个金牛座的朋友的话 或情人啊 记得除了赞美他以外 就是要注意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细节 你不要送他一个很廉价的东西 这样子反而会让他觉得说 你大概不了解他 或说你大概不是他同一个圈子的人啊 这一点的部分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朋友 不管是你的主管或同事 要跟他打交道 其实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狮子座的部分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特质啊 第一个呢 它是属于爱 很爱表现的 而且呢 它是属于很显性的啊 它是一个完全的夸张性 这个部分呢 刚好跟前面的金牛座 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啊 金牛座是一个相对隐性的 低调性的 但是这个视座 它是一个很显性的 一个表现欲望很强烈的 而且是夸张性的 如果说你的办公室里面 同时有一个金牛座的同学 或朋友 也有一个视座的朋友 其实你从他们的穿着 打扮 或是化妆 基本上就可以看出 他们性格上的差异 但他们共同的一个特质 就是喜欢被赞美啊 想要跟他们作为一个好朋友 或想要赢得这样一个 人群的一个支持啊 你对于这样的 这个固定心中的朋友 就是要多赞美他们 那对视座来讲 它的这个表现欲望强烈 在演艺圈里面 有哪些朋友是视座的 哈林是视座的 还有一个就是三惠妹 是视座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从过去担任 这个电视评委来讲 他们的表现欲望很强烈 而且呢 如果是说 他们所交出来的学生 或他们的歌曲 不断地被人家传唱 或者是他们所培养出来的 这个下属被人家赞美 他们作为这个老师 或是作为自己的主管 也会有种予涌荣烟的感觉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 我不错 我交出来的这个 徒子徒孙 就是青出于蓝 胜于蓝 所以整体来讲 要赞美视座的朋友了 你就是要 尽量地去发掘他的优点了 然后把他的这个表现 把他的一些好的部分 来去明确地把它指出来 他们就会觉得 就跟你来讲 互动就会比较融洽 还有一个这个新座朋友 就是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都是 在人际关系里面 很多人会认为说 来相处 有一个禁忌 或是应该跟他保持距离 不要跟他靠太近 或者是天蝎座有这种腹黑的特质 会既仇既恨 这都是天蝎座的一个面貌 但是你要成为他的一个朋友 基本上还是有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天蝎座跟他打交道 要注意什么部分 天蝎座呢 他一样是固定工位的新座 给他的关键字提醒就是 他们喜欢表现出卓越 睿智的感觉 喜欢有一种早就知道的优越感 什么叫做表现睿智 天蝎座从来都在职场里面 他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先知 觉得自己的这种直权力非常强 但是那种先知或者这种睿智的感觉 他有时候也会闷不吭声的 并不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 他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把这样的讯息透露出来 可能把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未来产生的一个变化或发展 写在他的日记里面 或写在他的微博里面 作为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佐证 比如说假使现在大家都喜欢买房 那很多人都想说 房市什么时候是高点 什么时候是低点 那天蝎座来讲呢 他对于这种投资理财 或对于这种趋势性的东西 他从来有一种独到性的眼光 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做的功课 也可能是他们天生之路感觉比较强 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可能跟朋友讲 或分享说 可能你先不要买啊 你过三年再买 或者是说他可能跟你讲说 那你不要买北边的 你买南边的 或者说你不要买靠湖的 你应该买靠山的 他可能在有意无意的过程里面 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 可能等到最后呢 可能南方的房子展 或者是靠山边的这种 有风景的 有景观的这个别墅长了 或者是说三年以后房价叠了 那么他们就会跟他讲说 你看我之前跟你讲过了 告诉你说那时候不适合买 现在才可以买 或者是那时候应该买什么位置 才会比较好 他们就喜欢这样的时候 表现出那种睿智的感觉 就是这种独到眼光 还有一个部分就说 他也喜欢表现这种优越感 就觉得说 我就是看法与众不同 我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就是能够点到 你看不到的一个问题点 这个部分呢 就是他在职场里面 或在工作环境或办公室里面 他有这种不可取代的地位 随行播的朋友 你要跟他打交道 一样很简单 因为他们是有这种自恋的倾向 而且他们会有自我良好的这种感觉 基本上在演艺圈来讲 最近一个当红人物 就是演了这个 来自欣欣的你的这个督敏俊教授 他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这个自我良好 基本上他其实并不是那种 好像让人家觉得很负面的 这种自我良好形象 而是他觉得就是没有压力 就是觉得世界很和平 就是人跟人之间 不要有这种猜忌 不要有这种 好像你攻击我 我踩你后腿 或是你去恶意地毁谤我 他觉得人跟人互动 就不应该有这个部分 所以水瓶座的感觉 基本上他都觉得 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 所以他本身的出发点 就是这种很和谐的 很平实的 很与人为善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 都很好 都不是压力 所以有时候 当你有遇到一些麻烦 挫折或压力的时候 你跟水瓶座讲 他反而会开导你 他觉得说 你干嘛看眼前呢 未来是很美好的 或是你干嘛有这个麻烦 你干嘛有这个忧虑呢 可能你太纠结了 所以水瓶座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蛮大的优点 他们有自恋的倾向 蛮严重的 这个部分怎么解释 其实水瓶座 他的一个观点 永远不是看当下 他永远是看未来的趋势 事实上很多国外有名的 艺术家 装饰艺术 电影艺术 前卫艺术 设计艺术 都是水瓶座 他们永远就是能够创造出 一种新的风潮 比如说过去都流行 油画 但是他能够创造出一个拼贴艺术 可能这个时候流行的是 这个油彩化 但他就执着于这种 水墨化 泼墨化 或者是爆破的这种 其他的艺术展现的方式 或者是说 现在流行穿着 时尚来讲都穿着 黑色的是最得体的 或是最有安全感的 或是最不会有这种 让人家诟病的这个颜色 但是水瓶座来讲 他就觉得说 我觉得豹纹会流行 动物纹会流行 兽皮会流行 毛草会流行 皮革会流行 他们在穿着上面 他们就能够引领一些新的潮流 把一些新的这种趋势带领出来 所以他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流行 这也是他们有这种 自恋的一个倾向 发生的新的潮流行